1 2 3 4 5 6 1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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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为了鼓励社区居民多运动 不理政梅子角社区发展协会 争取运动爱台湾计划 开办热林韵律舞蹈办的课程 希望藉由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能够带动社区运动的风气 让社区居民能够更健康 因为响应南投县体育会 他推动的运动爱台湾的计划 特别是我们扮演热林律动班 来带动运动运动的风潮 让我们得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学员表示运绿班开办之后 不仅能够透过舞蹈 让身体达到运动的效果 且到社区内与大家一起学习 让彼此的互动更加频繁 也需要社区能够多开办这样的课程 让身体能够更健康 这个课程我是觉得本来是很懒得运动的 现在运动都有流汗 觉得回去以后觉得很舒服 觉得很开心也很快乐 有啊有改善哦 就是因为有流汗 我是觉得有流汗就有改善 是可以让我们健身 运动 然后又可以娱乐 又可以认识很多社区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很高兴有这个活动 可以让我们认识更多的邻居 不然一般我们回家就是卧在家里 那利用这个机会 大家除了运动之外 还可以互相交流 大家的友情 还有一些思想啦 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这样子 老师潘燕金表示 这次热林韵律班的课程安排 主要是训练学员们的肌耐力 身体协调以及平衡感等等 也透过一些动作反复的练习 让长辈们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 课程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以热林为主 那当然我们就是以我们的自主管理 那当然就是我们会利用课程来训练 他们的肌耐力 身体的协调跟平衡 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动作 我们可以做反复的练习 让这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年长者 他们都可以利用很轻松的音乐 然后带入运动这个项目 副议长盘一全肯定梅子角社区 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鼓励更多社区 能够开办热林韵律班的课程 让长辈们除了能够透过课程 达到运动的效果之外 也能够在互动之中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 记者程伟一普理采访报道